昭华西州发生了惊悚的情杀命案 凶贤不满47岁的郑姓前女友提分手杀红眼 趁她独自在拔腊园工作的时候 拿西瓜刀狂砍25刀 导致前女友伤众不治 嫌犯为了要躲警方 逃逸的时候还故意把休旅车换成了货车 企图要制造断点 死者的亲友说凶贤暴力恐吓不是第一次了 就连先前的女朋友也曾经被她打到重伤住院 目前凶贤已经被移送递检署 开鸡鸭铁 日卧车跟着包围民众活速开到巴勒园 47岁的郑姓女子身中20多刀 躺卧血迫中 家属哭得私心裂肺 女子双脚被捆绑 左手臂几乎被砍断 松衣抢救人伤重不治 而上手行凶的人竟然是她的50岁 赖姓前男友还找来扫地帮忙捆人 我曾经生一个人 对我这个生态说没这个事情你不要插手 两个生态拿到我们的团图就出来了 前犯在犯案之前有到五金卖场去买了两把西瓜刀 赖姓前男友杀完人后开休旅车逃逸 为了躲避警方查记半路还换乘货车 北斗警分局长亲自率队 最后在田中逮捕到涉案的两个人 她们两人一次是雇佣关系 那也是前男女朋友的关系 她目前在谈判分手 赖姓前男友曾在女子家里开的 巴勒集货场当员工 还想插干股被拒绝 两人交往不被女方家认同 所以女子提出分手 新收前一天赖姓前男友 还跟女方妈妈拿了30万 说要投资 结果全拿去打电玩赌博 隔天就预模买刀 趁着前女友独自在巴勒员工作 下手新收 感情的问题 换不回前女友猥心转意 最后由爱生恨 埋下杀人动机 叫代文帽。张华报道